对了 我们先看到整个东亚 真的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是不是北约居然把办公室放在了东京 就代表现在整个亚太有北约的形式 北约是军事联盟 所有的相关国家 军事发展变成下一阶段的重点 你说台湾也不能置身事外 那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么有了这个乌克兰战场的这个教训 乌克兰战场还可以透过它西方 跟这个北约这些接浆的地方 把弹药源源不断地运进去嘛 台湾到时候如果中共封锁 我们的这个海峡东 那个海峡 台湾海峡跟台平洋的话 我们的弹药怎么办 所以现在把方贵的弹药库整理了以后 大量的开始生产购买各式各样的弹药 给它储存之外 你说现在台湾真的在储存弹药 没有错 那么也就在今天 我们国防部下了一连串的一个订单 包括搬用机枪大概就多买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有买 但是搬用机枪大概就多买了 2060这个等于说60挺的 这个搬用机枪 那除此之外呢 81公里的破级炮 大概买了107门 那么除此之外 120公里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破级炮 也买了87门 这些都是多买的这个东西 那除此之外呢 也包括2000多具的这个望远镜 跟1万多具的这个夜视镜之外 那么其实啊 我们都听过红准火箭弹 对 红准火箭弹 其实现在放了大概有300多具 在什么地方 在南海的东沙岛跟太平岛 把红准火箭弹放在那个地方啊 那除此之外呢 陆军今年的11月 会直接向这个中科院采购的 5000枚的红准火箭弹呢 11月以前要全部交货给陆军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 现在正在停估有可能成型的是什么 把我们陆军的相关的 最后一块拼图呢 给补上 我们不是已经有108辆的 M1 A2的坦克嘛 那问题是 帕拉丁的这M129 A6 帕拉丁的这个自走炮 后来因为 乌克兰战场上面的排挤效应嘛 所以后来 这个帕拉丁就没有了 四十门没有了嘛 捷克非常有可能 我们跟他购买 相关的这个自走炮 捷克也给我们自走炮 不要小看捷克 为什么呢 捷克他们相关的自走炮呢 这次这个欧洲的自走炮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大放异彩 也就是他们的观念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的自走炮 太过老旧 我们的M1东9 A6 A5这些都太过老旧啊 那么有些人问说 为什么要买 我告诉你 因为你不能假设说 那么解放军都完全不会登陆啊 那登陆了以后 还是必须跟他打陆战 还是必须把他给赶回去嘛 所以你还是必须把这个自走炮 一定要跟脱翼炮 跟这个所谓的 那么坦克啊 这些还有包括攻击武装直升机 全部结合起来 以后才能够兼敌嘛 所以呢 你还是不能没有自走炮这一块 跟捷克 那么来谈这个自走炮的 这个相关 因为美国现在 没有能力另外生产献给你嘛 没有自走炮 我告诉各位 我这个礼拜一才从捷克回来 我们跟捷克的关系 是前所未有的好 你知道吗 包括他们现在的新总统 包括他们的政府 包括更不要讲参议院 众议院 众议院的议长 刚结束访台之旅嘛 参议院也是这个 等于说力挺台湾的嘛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购买 连美国都不会有意见 所以现在捷克更不会有意见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 跟美国买自走炮 跟这个捷克买自走炮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现在不是雄身飞弹 跟云风飞弹 射程都超过1000公里的嘛 那它需要一个载具 它的载具呢 大概是12轮大型的这个载具 我们也可以直接跟捷克购买 捷克有这个东西 捷克有 捷克是重工业 各位不要小看捷克 为什么 捷克在重工业上面的发展 是远远甚至于比我们台湾还要厉害 所以事实上可以趁这个机会 刚好跟捷克搭上这个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法国的幻象2000跟拉法业 即将面临断炊断粮 那是以后一定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况嘛 所以呢 在欧洲的部分 另辟一个 那么武器的一个来源 还有 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 5月15号跟19号 汉光演习24小时 不间断的这个沙盘推远之外呢 并且推远之外呢 其实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开始会有连续两天 那么选定了台湾 我们北台湾的淡水 包括台北港 包括观音这些地方 进行两栖对抗 由这个海军陆战队 跟我们的这个等于说陆军 六军团 两边直接进行这个对抗 那全台湾大概有14个地方 中共可能登陆 现在可能登陆这14个地方 不是只有西部 现在连东部东北角 全部要列进去 东部也有 没有错 那这个所谓的红色沙滩 那么下礼拜这个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 从他们的这个演讯过程当中 来汲取我们可能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那么除此之外 个人认为 那么我们的海马式火箭弹 本来以为说海马式发射系统 可能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战场战事 所以拖延美国已经给我们承诺 最新的承诺是 除了给我们5亿美元的军援之外 11套的海马式发射系统 会提早在2024年全部到位 然后另外 那么有关于另外再加买了18套 我们总共买了29套 也会在2020年之前全部到位 那么84枚的300公里射程的 远程的海马式火箭弹 跟864枚的精准70公里射程的 这个火箭弹 全部会到齐 也就是就在我们讲话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武器跟这些弹药 已经源源不断再生产 只是各位没有感觉到而已 好 刚才讲的 现在这个大家构是中美对抗 在中美大对抗上 我叫拉帮解判 感觉上现在在美国联军这边 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韩国已经找了一个 非常亲美 而且是反中反北韩的人 现在日本根本不用讲了 台湾现在开始也是走这路线 那中国呢 中国现在压力就非常大 中国现在压力到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里面 最稳定的是你的银行 他银行说三件事 第一个银行是 我本来9万的薪水 变成2万6 第二个是 我需要把你的金融卡 莫名其他把你给锁掉了 第三个是什么 现在很多大陆人 已经不相信中国的银行了 千山万水跑去哪里 千山万水 要跑去这个香港去存钱 保洁哥 真金白银最实在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到底状况怎么样 从我现在跟大家开始 讲这些状况以后 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骗不了人的 银行的干部到底各位拿多少钱 说实在的 你没有看他薪水 但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但是对不起 保洁哥 不忍了 这个叫刘其文的人 他跟大家讲什么 他是上海普发银行的 一个中层的干部 普发银行 不是大银行吗 大银行没有办法 现在也要裁员 也要减薪 他的薪水多少呢 他说我本来有2万人民币 大概台币9万 现在他直接公布了 他连小数点都讲 本人的工资已经被调低到 6260.09元 我无法接受 因为远远低于本人价值 我目前罢工抗议中 我不干了 这是干嘛 他的微信 所以你不用跟我联络了 你也不用问我事情了 我不会回答你 我现在罢工 我不干了 他在下面 签名的部分 写一个说明 然后你看 很多的这个银行的办公室 都出现罢工 所以显然看起来 现在大陆的银行里面的 这些银行员工 还有中阶层的干部 他们被降薪的状况 不是特例 已经出现这个情形了 为什么 因为银行也没钱 那银行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他让这个银行 没有人去存钱 银行怎么会有钱呢 没有人去把这个钱存在银行 大家不敢 为什么 刘其文为什么是不申请 因为刚刚讲 他以前都是人民币 大概2万块 台币大概9万块 你本来说 你一个月赚9万 我们用新台币来算 结果现在干嘛 下班你降到了 你的6000 就是6000人民币 大概多少 2万6 要是我也受不了 我以前每个月是9万块 我在上海 我在上海普通 从9万块 你给我降到2万6 我当然不干 薪水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也要回过头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也表示说经济不好 然后大家不愿意 把钱存进银行 不会保洁哥 说实在的 我如果是我 我也不敢把钱存在银行 大陆银行去年什么事情 挤兑 有没有 我去ATM 我领不出钱 那我领不出钱 宝贤哥 我今天手上有10万块好了 我放在家里 我要用的时候 我拿出来我还去花 我存进银行 我领不出来 我还要存吗 所以银行现在大家不敢存钱 不存了 对 所以去年出现这个状况 今年又开始了 但宝贤哥 去年说是疫情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健康吗 对不对 今年没有啦 那怎么办呢 对不起 就是诈骗 对 你看你们贯政师 可以讲诈骗 对不对 大陆现在出现很多诈骗 这个叫做中国建设银行 他还发公开信 这个信我还仔细读了 还真是为了人民着想 他说各位 这个亲爱的存户 因为呢 现在目前网路诈骗非常多 所以呢 为了要保护你们 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我们勇敢负起责任 把你的账户扣起来 扣起来 真的啊 他真的是这样想啊 为了要这个 守护好你的百姓钱袋子 可能你会被诈骗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 对于你的银行卡 实施管扣 为什么 为了保护你的资金安全 所以 他不是诈骗的账户 他是所有的账户全部冻结 那我现在我有钱存在银行 所以我要去理我理不出来 还很有道理 就是因为怕你被诈骗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就决定 我不要把钱出去 对不对 所以 现行卡被冻结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然后很多人 这样子抱怨的 基本上 我们去年还会讨论到 是不是银行没钱 大家跑去行前面抗议 对不对 他竟然直接告诉你 他也不告诉你有没有钱 他看起来钱 反诈骗 他说我们要控你诈骗 大家怎么办 排队去解卡 那好了 那上有对策 下有政策 对不对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既然大陆的银行领不出钱 第一个 我不把钱存进去 可是保护哥 虽然现在大陆经济坏了 国际的货币组织 INF 他已经告诉你说 他认为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会付出 就没有 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状况 因为第一个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他整个的这个 就是他的工厂 他的订单并没有增加 所以大家并没有钱 工作也不好找 情况之下呢 把钱存去银行又轮不到 那这什么画面呢 香港 大陆的银行 我们不能相信怎么办 五一的时候两个地方 第一个跑去香港 开户啊 保护哥 这么多人排队开户 他们想把他们钱存在大陆 因为 对不起 存在香港 存在香港的话 才不会出现那种 我的钱又被保护都不能领 所以一大堆的大陆民众 他们坐车到香港去排队 还有很多雨伞包包 真的是排成长龙 都想在香港开户 以后资金调度比较自由 至少香港的银行 还比较被信任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就说 大陆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那最后跟大家讲 这东西是什么 就是穷游啊 现在大陆 因为没有钱的关系 年轻人 保护哥 三月份的中国大陆 青年失业率 什么叫青年 16到24岁 他的失业率 已经将近百分之二十 十九点六 那大家都没钱 手上只有一些存款 或爸妈给的钱 怎么办呢 五一 五一老东西 是不是大家要出去出游 去哪里 我告诉你 去一个地方叫做 我还去查了一下 他在青岛跟那个济南中间 他原本是一个 只是个工业城 那大家跑去哪里干嘛呢 去吃烧烤 因为他有一个叫做 小饼烤炉加蘸料 灵魂烧烤三件套 一百吃到饱 有烤饼 而且可以有二十串的羊肉 你看画面 保护哥那个人山人海 几千个人挤在那边 就是要去吃那个 要去吃那个烧烤 全部挤在那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钱了 今年有一个词叫穷游 我没有钱 我去那边 一百块会吃到饱 好多人都取到了 这个山东的资薄 干嘛呢 没有风景看 但是可以吃烧烤 一百元吃到饱